第一次試試試看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這個遊戲叫做Sticker Games 那這是一款專門為兒童所設計出來的抑制小遊戲喔 裡面的話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然後可以透過這些小遊戲 就是可以讓他們學習來學習英文字母或是祝音等等 那我們現在就來玩玩看 好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項目 裡面都會有小遊戲可以玩 那我們就先點這個 這樣的話呢就是把一樣的顏色 把它丟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它就會自己再跳下一關 那我們再來玩另外一個 這個 這樣的話呢就是拼圖 就把一樣的丟進去 這很適合就是媽媽可以 跟小孩子一起玩 就把一樣的 丟進去 那一樣它也就會自己再跳下一關 那你玩的越多關呢 它後面就會 自己跑 可是它也會有一些任務 就只要你完成幾關它就會 送這個小貼紙 就是很可愛的一個設計 再來呢這個 這個就是找出指定的項目 我們就要找出小豬來 好 這樣就過了關 就是小豬 然後它就有英文還有中文 它連著音都會拼出來 目前你已經完成了衣冠 好然後呢 這的話一樣也是剛才那個拼圖 其他的話 目前的話呢是這兩個 裡面可以免費來玩 那這個的話呢 這些的話一樣也是拼圖 但是就是比較進階版的 就是比較多 比較多 需要拼的比較多 再來呢還有這一個 請用膠帶貼出 I 這的話呢就是要拼出指定的英文字母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上面其中一個比較喜歡的圖案 然後我們就點一下 然後再 點另外一個點 就可以拼出來 然後它是可以移動的 就是可以趁機讓孩子來學英文字母 這樣的話一樣也是 學習英文字母的關卡 可以 就是可以用這個 來畫出來 完成了 你好棒 嗨小朋友 下次再來玩這個遊戲時 就可以將你的作品拍照喔 好 其實遊戲上面都會有指示 所以就是 不用太擔心 就是會有難度 就是你都可以在照上面的指示 來教小朋友玩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會需要收費 的項目 那就請喜歡的玩家們 你們就來 下載來玩玩看吧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囉 掰掰